很多人都比较喜欢吃鸡针,其实鸡针就是鸡的味,鸡胃又分为鸡胃和腺胃,前者主要是用来储存和磨碎食物,后者则主要承担着分泌胃液的作用。 本文,我们就来聊聊让不少养鸡户都很头疼的鸡腺胃炎,也就是鸡胃上负责分泌胃炎那部分的病症,为了让养鸡户更好的。 把我文中内容,我们将以问答的形式展现关于鸡腺胃炎的核心内容。 鸡腺胃炎有什么流行特点? 鸡腺胃炎一年四季军可发病,夏季高温高湿的时候,季节交替的时候,秋冬时间等都比较多发,具体要看发病原因,该病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比较高,传染率也很高, 有时候三四天时间,就可以感染大部分七八成的机制,该病在我国北方地区更为多见,而且往往集中在火线特定区域,比如东北最多发,机械胃炎为什么会并发? 机械胃炎的发病原因是多方面的,既有滋养方面的因素,如资料霉菌毒素,质量营养失衡,资料中含有的生物啊造成的毒害, 饲养密度大,热印机,药物滥用等,也有传染性的因素,如眼形激动,可造成腺胃炎,另外还有一些未知的,或上位验症的疾病,也会引起腺胃炎, 有不少专业人士认为,极腺胃炎的最主要原因是霉菌毒素和饲料污染,当然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结论,毕竟该病还没有找到确切的病源,如何预防机械胃炎? 说到某种疾病的预防,往往就会说出一些老生常谈的方法,比如维护肌生卫生,做好定期严格的消毒,注意饲养密度,夏季注意热印机等, 另外,对于可能引起该病的其他疾病,养击护要做好预防,比如激动,当然,最关键的点是注意资料质量,避免微菌毒素中毒,做好镜巢和控料等, 既得了腺胃炎有哪些症状,该病初期症状不明显,这也是养几乎容易忽视它的原因, 带有体表外观症状时,多表纤维采质量下降,凝选量下降,精神差,大群生长明显分枝不齐, 夹堆,羽毛乱,机关萎缩翻白,大群拉黄色细条状粽分辨,消瘦,部分客舰拉股胚色分辨,甚至基本中会有血液, 解铺客舰机线为明显肿胀,比较严重的可能会呈现霉球状, 蟹类鼠头冲血,水肿,溃疡,腰蟹,消失等都有可能出现, 肠道肿胀,毛肠,吃二指肠的发炎,肠道内可见大量水药内,容物,或微消化好的饲料, 另外,该病常有其他病发症,有时候可能会有球虫和大肠杆菌, 养鸡户要注意区分鉴别,以上就是关于肌线胃炎的一些核心内容, 希望对养鸡户朋友有所帮助,更多有关肌线胃炎的问题, 大家可以在评论中与我们进行讨论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